你教我怎么做 我们一起 你不要只光跟着进程学 来 跟凯奇也多学习 法式点心太过精致 不适合我 你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不合适 我的手笨怕我搞砸 怕搞砸 就更应该要跟凯奇多学习 那我先学芋头酥 马卡龙我等下次呢 管恨伟 在那个衣橱里 藏着一个 我没有让别人看过的秘密 是什么 是男人都很需要的 尤其是单身的男人 他能让我实实地发泄 也能在我需要的时候 满足我 发泄满足 每次接触到他的时候 就会让我心跳加速 浑身冒汗 通体发热 使用完之后呢 我会觉得身心愉悦 舒畅 不要害羞嘛 你现在也是男人啊 应该要多少学着点 我可以跟你分享 好 好 好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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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是你的秘密 我 我不需要知道啦 你不是说你想要了解我吗 情侣这件事不用有秘密的 来嘛 我不要 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 一个哑铃而已 你有需要吓成这样吗 真的是哑铃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这就是每个男人都需要 可以让我发现运动的欲望 满足我健身的需求 还可以让我锻炼身体 增加魅力 保持愉悦的东西 就只是个哑铃而已 你藏在一层里面干嘛 你就是故意的 是你自己想歪好不好 没想到你的想象力 这么丰富 太大力了吧 谁叫你要整人 你自己允许被人家偷袭一次 你自己想歪 你自己允许被人家偷袭一次 脑袖成怒还打人 你讲不上道理啊 你讲不上道理啊 是 命令犯了 你全都不讲道理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奶奶 你怎么不敲门啊 我敲了 是你没听见 那可能是我们玩得太开心了吧 芋头酥跟马卡龙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 我觉得各有特色 就算是各有特色 但还是有高低之分 会有你更喜欢哪一个的差别吧 马卡龙我觉得比较新鲜 是 色彩缤纷亮丽 特色明显 能在第一眼就吸引人的注意 那芋头酥呢 芋头酥 外形朴实 口味单纯 没有马卡龙的口感丰富 那你的意思 是比较喜欢马卡龙 不 这只是我一开始的感觉 吃多了就会发现 马卡龙太过甜腻 而且也因为太有特色 太积极想要表现 容易有攻击性 容易让你觉得 有距离感 马卡龙没有那么差吧 是 它是不差 但是 好不好吃 就女人为一了 你到底喜欢哪一个 说清楚 我喜欢静晨 私欲投诉啦 哥哥说的是芋头酥啊 不是芋头酥 是静晨这个人 我喜欢静晨 她是我的朋友 我喜欢静晨 这就是你的答案 我和静晨一见钟情 哥 你不要开玩笑啊 你还一定生气啊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难相信 需要我给个理由 可是 遇到对的人 爱 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所以 早在两天一夜 或者更早之前 在我们认识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在一起了吗 是的 你隐瞒有交往的对象 还跟我相亲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对不起 我一直隐瞒 是因为我怕自己的奶 你现在说出来 就不怕自己奶奶 我现在说出来 是我更怕 让静晨委屈 不公开 不公开 已经委屈她 现在又要她眼睁睁地看着奶奶 把我跟凯琪 凑在一块 这 太伤她了 没关系的 好了 爸 不要再演了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是串谋演戏吗 尤其是横维尼 根本就是为了躲避相亲 把她找来假扮你男朋友 我知道奶奶一定很难相信 我怎么可能突然间爱上来人 但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会努力向奶奶证明 我对静晨的爱 梁静芬 想对语泉哥做什么 你干嘛追我 我欠她钱 两百万 两百万 我办就要彼此信任 从今天起 我跟你的合作基础就是信任 信任是不需要任何文字的束缚 我要是让她继续在做自己的话 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她走向孤独 我会全力以赴 努力的让恨伟 真正的爱上我 关恨伟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陪你完成你想做的事 好 只想着往前走 时间的汹涌 我想 听到 你的真心话 你 我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